来到陆野的瑞源村 在瑞源国小的后方 有一个让人忘记时光的好地方 我们就称它为梦想转角 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瑞源社区 就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道路 这是文化路以及户源路 这是很多人来来往往的地方 本身在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人潮太多了 在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凌乱的 一个死角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说 不太行 因为这么美的地方 这么多人通过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凌乱的死角 会给带来很不好的印象 所以说呢我们在 因为我们社区还有一个关怀据点 我们关怀据点的一个活动 有学习就是让老人家 共益共参的一个活动方式 那怎么我们就将 我们从教室里带出来 带出来呢很好 把这个一个很原本 很凌乱一个很成就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社区的一些开始 我们的代表乡长都一起开始 把这个清理这整个的周边环境 由一群七八十岁的阿嬷们 亲手创作 没有蓝图 而是把心中的想法与梦想 在这个原本荒废的老房外 一笔一笔的绘画而成 从颜色的调整到上色 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趣味的想法在画作中也一览无遗 对 它的苹果树是这样子的小鸟 对啊 因为小鸟跟那棵树的小鸟是同一个人 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我们就清理一个环境 以及我们涂上白漆 剩下来的 你看看我们墙面上的所有的一些画作呢 是我们在地最年轻 最年轻是七十八岁的一个作者在这边 呈现的在这边 因为让他们知道 我们没有请一些作家创作者 让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记忆 画上在这边 我们留下来的是他们记忆中的生活 因为当时菜价高涨 还有一位阿嬷可爱的说 我要画菜归 就这样画了一个菜瓜棚 棚下种满了很多的菜归 满足他的梦想 刚开始他们会在画作这个的时候 这正逢我们一连串的豪雨以及天災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菜价非常的天高 然后他们在创意中没有关系 现在没菜我来画菜 你们看到菜就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 就是保足一下我们的富裕感的感觉 所以说他们画上他们记忆中的丝瓜 因为我很喜欢种丝瓜 我要将我的丝瓜画在这边上面 让我的丝瓜绵延不断的 希望它没有季节性的 就是可以供给大家社区可以使用 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瑞惠姐 一路陪伴这些照顾关怀据点的阿嬷们 从创作初期的几小时课程到实际操作 还有阿嬷当看到完成品时更开心的落泪 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们的创作 也算是大型的艺术画展 能够让来来往往的旅人留下深刻而且感动的记忆 下次如果你来到陆野的瑞园村 不妨到瑞园国小后方来找寻这样一个的幸福转角 东台湾新闻网记者高志远 就会如在陆野乡的采访报道